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在1996年台海危机时 指挥美国独立号航母战斗群 前往台海的会议美国海军四星上将埃里斯日间表示 台湾的战斗意愿看起来不太坚定 尽管台湾长期以来努力把自己打造成刺猬 但台湾军事开支占台湾生产总值的不到2% 也没有训练有素和积极的后备力量 许多内部人士对台湾坚持到底的能力感到悲观 更何况还要问美国民众 是否会冒着高水平的战略风险来支持干预 埃里斯坦言 即使美国愿意去所谓协防台湾 如果没有能力也没有用 此外 特别提醒蔡英文不要只听信美国单方面的声音 得同时聆听大陆释放的所有讯息 仔细解读其中意涵带领台湾走往正确的方向 连岸问题不会留到下一代解决 傅高义表示美国大选后无论谁当美国总统 还是会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前提 重新调整所谓的台美关系 谁打台湾就是跟全世界为敌 谁打台湾是跟全世界找麻烦 对此有网友条款称 让他活在自己的梦里好了 在节目中黄创夏宣称 台湾现在有台积电 台积电是全球供应链的核心 所以如果谁动了台湾 谁就是去侵犯了全球的供应链 所以这个核心是不能动的 他接着说台湾在国际问题上的定位 是很重要的 过去30年台湾的人才是扎实的 当台湾有这样的人才库的核心 供应链的核心 各种技术慢慢的成为一个 相当重要的关键的时候 美国也会知道 台湾的战略安全非常重要 所以谁打台湾是跟全世界为敌 谁打台湾是跟全世界找麻烦 所以也要保卫台湾 所以谁打台湾是跟全世界为敌 谁打台湾是跟全世界找麻烦 所以也要保卫台湾 台湾的状况是全世界都要去承担 只要台湾受到伤害 全世界都会倒霉 对于这番说辞 有网友忍不住调侃 我差点就信了 让他活在自己的梦里好了 还有网友说 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认真的吗 台空军一架F-5E战机 日前发生坠海事故 导致一名飞行员遇难 事后岛内不少声音认为 F-5系列的老旧机型该尽快台湾 还有人质疑是否受到台湾 自治高级教练机项目的影响 导致太旧换新的时程被延宕 但一开始我们开始建案的时候 这个骑程就没有变 虽然经历了这个政党轮替 还有这个政府的交接 并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在F-5E战机失事后 有不少声音认为 可能受到新式高级教练机项目的影响 全岸66架2026年才能交旗 导致延宕了F-5E的太换时间 但台军方强调 其成没有受影响 台军方称 在2016年3月 台防务部门沉报台行政机构 历经政党轮替 2016年8月台行政机构合复 完成建案作业程序 当年9月确定所谓的台机台造 2019年9月完成首架机出场 第二架在下个月按计划为出场 M346会不会外购 会不会成机子回升 不可能 另外 台空军F-5E战机失事 是否该推动所谓的台机台造政策 也受到外界讨论 对此议题 马英九在10月31号表示 在他施政时 便要推动所谓的台机台造政策 主要是根据军方建议 希望速度能快 并且还要能够开发新商员 当初本来是想从意大利合作买技术 结果后来民进党当局改了 时间也耽搁了 马英九提到 今年初至今 台军方共发生了五次事故 死伤15名将士 这才真要彻底深入检讨 为什么风险这么大 如何减少事故 这个一定要改 否则将严损士气 台军F-5E战机失事 造成飞行员朱冠蒙殉职 外界聚焦在F-5E老旧的问题 而绿营仍在大肆吹嘘 美对台军售项目 甚至还集中火力 将F-5E失事问题甩锅给马英九 却只字不提 是民进党上台后 终止了马英九时期 远你的太久计划 今天中国时报一篇分析文章指出 所谓军构保台 是民进党上台后最大的迷思 但持续向美军构 真能保台吗 据不完全统计 特朗普上任以来 已经九度批准对台军售 总金额高达174亿美元 约核心台币5000多亿 在军事专家眼中 这不仅缓不济及 也不符合台湾防御所需 更麻烦的是 特朗普一次次对台军售 持续升高了两岸间的抵意 却匪了美国军火商的口袋 在两岸军力差距过大的情况下 军构不但难保台 反而将产生穷台的后果 今天联合报的评论文章则指出 目前两岸是否进入准战争状态 在台湾引发不少热议 最近台军在各地展开战备周操演 更是让台湾民众胆战心惊 蔡英文在脸书说 这几天许多装甲车战车奔驰在路上 这些声音是最安心的引擎声 但是对于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 台湾民众真的会感到安心吗 蔡英文就任后 两岸关系陷入僵局 近期更因为美国对台做出许多动作 包括扩大军售 派遣高官访台 使两岸关系陷入空前紧张状态 以至于日前台空军飞越台北上空时 都引起民众恐慌 文章最后提醒 在紧张情势不断升高之际 相关各方必须有危机意识 必须相互理解对方真正的意图与底线 才能避免误判而擦墙走火 只有及时建立危机管控机制 才能化险为夷 然而目前两岸之间 毫无对话与避险机制 民进党当局紧跟美国又欠缺危机意识 如此这般 台湾民众要如何感到安心呢 以上就是今天台湾媒体和舆论的关注重点 继续来看新闻 台南市一名马来西亚籍中性女生 10月28号晚独自返回长荣大学宿舍途中 被歹徒掳走杀害 遗体被丢弃在高雄山区 台湾警方寻现逮捕嫌疑人 针对此事 台南市长台行政机构官员 以及蔡英文 纷纷向女生家属及马来西亚民众表达惬意 杀人气失 嫌犯不出警局被记者追问 她无话可说 经过六个小时侦讯遭警方移送 死者是台南市长荣大学马来西亚籍的女学生 10月28号晚间8点多 她走路回校外宿舍途中失踪 警方接获报警后 10月29号在学校附近的便道 发现被害人的鞋子 研判遭强行掳走 调阅监视器锁定可疑的红色车辆 车辆停在台铁桥下有一段的时间 事发时 嫌犯埋伏校外便道 看见女生经过 用绳索勒脖子 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 从10月28号晚间9点 开车载运尸体 在台南观庙 新化观田等山区移动 直到隔天下午4点左右 弃尸在高雄大港山附近产业道路旁 不确认她是不是有死亡 因为她可能只是 她只是昏迷而已 所以她就载着这个女学生 到处乱绕 这起凶案的消息传出后 从台南市长 台行政机构相关官员到蔡英文 在10月31号 纷纷向女生家属 及马来西亚民众表达歉意 也向学生的家属 马来西亚 国家的人民 表达自身的歉意 发生这样的不幸事件 不仅对台湾的形象 有莫大的伤害 更代表我们在社会安全的 维护上出现了漏洞 我个人心也是很沉重 遇到这样女学生被害 这样的一个不幸事件 我要向被害家属致歉 在接受报案等等方面 可能有一些不够精细 也不够友善的地方 这部分我们要检讨 有涉及高阶警官的 这些相关的检讨 市长昨天其实就跟我联系 这些调动等等 这些我们也尊重 这一部分市长的职权 命案毕竟发生了 在这里还是要跟家属 这个致上最大的歉意 不过蔡英文 及其他民进党当局官员的道歉 却引来一些岛内网民的批评 有人说陈枪烂调 有人质疑 只因为是外籍就出来道歉 过去几年凶杀案死了多少人 你有出来道歉吗 还有网民表示 蔡英文是选择性的人词 被陈同佳杀死的女友的正义在哪里 台北市长柯文哲 日前质问民进党当局 莱猪也就是含瘦肉金猪肉 产地标示不清误导民众 是笨还是坏 遭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说 听不懂在说什么 柯文哲再度回呛大酸 台北市有完整的失智照顾系统 笑着反问记者 苏贞昌听不懂不是吗 言下之意是苏贞昌失智吗 因为柯文哲日前质疑民进党当局 莱猪产地标示不清楚 当局究竟是笨还是坏 苏贞昌一句听不懂再开战 那我就直接问那个陈吉仲 你认为一年后 全世界会有多少含瘦肉精的 出国书到台湾 你有听过说行政秘书长 直接发言给地方政府的吗 不然你找一个先例来给我看看 这个都很奇怪 所以我也知道他在车风向 不过苏贞昌也不是省油的灯 随即回呛 称记者的提问不清楚 所以柯文哲的言论无法掌握 反咬柯文哲身为医生 把疾病挂在嘴边不恰当 不过柯文哲可不买单 因为蓝营有所谓在野党优势的 桃源市议会 率先三读通过实案自治条例 日前台中一名男子 在施打赛诺菲流感疫苗后 罹患格林巴黎综合症 一种周围神经病变 没想到金龙一名55岁富人 同样打了赛诺菲疫苗9天后 出现四肢酸麻和 我有点怀疑 打完疫苗9天后不舒服 甚至住进家户病房 怀疑是和施打的流感疫苗有关系 基隆这名55岁的李姓妇人 10月15号和丈夫一起接种流感疫苗 9天后却四肢发麻 还出现丧失味觉 背部酸痛等症状 10月26号住院 27号通报 疫苗严重不良反应事件 直到29号 无法自主呼吸转入家户病房 医师怀疑离患格林巴利综合症 也就是一种周围神经病变 家属难以接受 甚至写信求救基隆市长林又昌 务必要确认是否因为疫苗 导致如此严重的伤害 先前台中有一名51岁男子 打了流感疫苗10天后 确诊格林巴利综合症 和这次的妇人同样都是打了 赛诺菲的流感疫苗 不过批号不相同 特别的是基隆的这名妇人 居然还丧失味觉 由医师提高警觉 认为应该更要把新冠肺炎的 可能性考虑进去 台积管部门拿出数据称 每周会发生约9起的 格林巴利综合症 医师也说 通常会在打疫苗后的 两到六星期内才发病 只是今年医师警觉性高 通报件数也增加 虽然疾管单位认为 尚不能明确证明 相关病症与接种疫苗 有直接联系 但目前 台湾今年流感疫苗 不良反应事件通报案例 已突破200大关 破近四年新纪录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台行政机构日前公布 疫情期间发放 所谓振兴三倍券的成效 称目前领取率达到96.1% 预估能创造超过1000亿元 新台币的商机 带动消费经济显著 不过台北市长 柯文哲受访表示 这是作秀安抚用的 对实际经济成长效果不大 台经济部门日前报告 三倍券成效 截至10月27号 已有2289万人领取 领取率达96.1% 上有91万人未领取 零售业在7月 终止连续5个月以来的负成长 89月还创下历年同期新高 餐饮业部分也在8月起 营业额转正 9月更创下历年同期新高 台经济部门称 三倍券刺激消费的效果 比起当初预设目标的 1000亿元新台币还要好 不过 对于台行政机构声称的 三倍券成效 台北市长柯文哲不以为然 他说 这是作秀用的 安抚用的 对实际经济成长效果不大 他说 反正就是钱花掉而已 而要比起来 所谓的前瞻计划浪费更多 另外根据台统计部门 10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台湾第三季度民间消费 延续了前两季度的下滑趋势 同比下降1.51% 报道称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台湾民众在境外消费大幅衰退 减幅达93.35% 是民间消费持续衰退的主要原因 不过 民众由于疫情原因不能出境 也带来岛内消费的增加 增幅达5.09% 据统计台湾第一和第二季度民间消费 分别同比下降1.55%和4.98% 前三季度民间消费同比下降2.67% 台湾经济研究院公布的研究报告也显示 台湾9月制造业景气灯号维持在代表低迷的黄蓝灯 不过信号值有所提升 由8月的11.1增加到9月的11.49 5项组成项目中 原物料投入成本和售价的信号值都下降 需求和经营环境的信号值上升 本栏目由金砖会务用酒扶猫叫酒赞助播出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级直播的海峡舞报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土耳其西部 希腊东部 萨摩斯岛附近的爱琴海海域 10月30号发生6.6级地震 据土耳其灾难和应急管理机构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 土耳其一共有39人在地震中遇难 其中一人因海啸溺亡 另有885人受伤 目前救援人员在近10栋受损建筑附近开展搜救工作 土耳其伊兹密尔的南部小镇瑟阿哲克地震后发生了海啸 造成一人溺亡 伊兹密尔周边多个省份都有震感 地震发生后已发生了600多次余震 其中约40次余震 震级超过4级 当地时间10月31号 搜救人员在伊兹密尔的废墟中 成功救出了一名少年幸存者 阿嬷超过4级 tamam hiç korkma korkacağın hiçbir şey yok elimi tutarım ver tabii ki tutarım tabii ki korkma korkmayınca tamam mı döneceğim bak birazdan dışarı çıkacağız seninle bacaklarımı ayaklarımı hissetmiyorum o ayakların üzerindeki o demiri kopartacağım korkma tamam ara durdukça daha çok acıyor bacak ama olur çıkarın beni ardım tamam İnci İnci bana bak bana bak ne zamandan beri kemança oluyorsun? benenson on yıldır on yıldır on yıldır annene çok menziyous dışarıda annene konuştum 안�enen sky seni bekliyor tamam mı biz sana haber ile ilettik o da seni çok özledi ben seni kemança aldığında dinle meyi de geleceğim достаточно çekme tamam mı bebeğ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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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土耳其卫生部10月31号公布的一段画面 被营救出来的是一名16岁的少女 她的宠物狗也一同被营救出来 这名少女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 当天晚些时候 土耳其卫生部长柯甲去医院探望了她 由于建筑可能在鱼镇中发生倒塌 土耳其政府呼吁伊兹密尔当地居民 不要回到受损的建筑中 许多民众由于感到恐惧而不敢回家 因此在街上过夜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当天抵达伊兹密尔慰问民众 欧洲地区第二波新冠疫情愈演愈烈 多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屡创新高 在德国法国宣布实施二次封锁后 英国 奥地利 希腊等国都在10月31号 宣布新一轮防疫措施 当地时间10月31号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从11月5号起 英国英格兰地区开始实施第二次全面封锁 直至12月2号结束 新防疫措施规定 除售卖生活必需品的超市外 餐饮娱乐等非生活必需设施机构一律暂停营业 约翰逊还承诺 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实施的雇员强制休假计划 将延长至今年12月 此外 约翰逊还表示 和今年春天的第一次全面封锁不同 此次封锁期间 英国的小学 大学等校园将继续保持开放 同一天 奥地利总理库尔茨 也宣布实施第二次封锁措施 从11月3号零点起 奥地利全国将在每天20点 至次日6点实施宵禁 无必要理由禁止外出 此外 在当天 希腊总理米索塔吉斯发表电视讲话 宣布新的抗疫行动计划 以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在希腊扩散 新的抗疫行动计划规定 从当地时间11月3号6点起 希腊全境所有公共场所 无论在室内还是室外 民众都必须佩戴口罩 0点至5点实施宵禁 所有公立私营部门人员 采取远程办公 大学启动在线学习 暂停所有聚会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 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当地时间10月31号 法国再次发生袭击事件 东南部城市里昂的一名52岁希腊神职人员 在关闭教堂时遭枪击 腹部中枪 目前已被送往医院治疗 袭击者开枪后逃跑 法国内政部当天证实 警方正在里昂7区展开搜捕行动 并建议市民避开这一区域 里昂市长杜赛表示 目前袭击者的动机尚不清楚 案件仍在调查中 警方尚未对这起案件定性 警方当晚逮捕一名可疑男子 正在核实其身份 以确认其是否为袭击者 越南预防自然灾害中央指导委员会 10月31号发布消息说 今年第18号台风莫拉菲 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等灾害 已造成越南中部和西园地区27人死亡 67人受伤 另有50人失踪 越南总理阮川福 已要求相关部门做好群众撤离 搜寻救援 救灾物资发放和灾后重建等工作 台风莫拉菲28号登陆越南中部地区 是近20年来袭击越南的最强烈的台风 当地时间10月31号 德国首都柏林的新机场正式启用 比原定时间晚了9年 据德国媒体报道 柏林柏兰登堡机场 于2006年正式开工 启用时间原定为2011年年底 最初预计耗资25亿欧元 因防火技术等各种问题 机场启用时间6度推迟 机场负责人几度更换 项目造价最终约为70亿欧元 随着新机场的开放 位于柏林城区的高林泰格尔机场 将于11月8号关闭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级直播的海峡舞报 继续来看新闻 10月31号 电影《妈祖回家》 相思荣情定档发布会 在妈祖故里莆田梅州岛举行 恰逢第五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召开 妈祖回家于论坛期间宣布 定档11月20号上映 10月31号晚 电影《妈祖回家》的 定档发布会举行 梅州妈祖祖庙及蒲商代表 等各界人士前来 导演蒲健 主演赵亮与葛文希等主创 也一同出席 共同见证第一部登陆荧幕的 妈祖文化电影 作为莆田市与北京电影学院 联合打造的福建省 重大文艺创作项目 影片于第28届 中国经济百花电影节 国产芯片展印单元展印后 收获好评 这个电影是关于妈祖信仰的 也是我们跟妈祖的缘分 我们2018年 杀青仪式就是在妈祖论坛 在祖庙下面举行的 所以今天正好又是在妈祖论坛上 我们做这个定档发布会 我们去年在经济百花电影节的展印的时候 我们的台湾同行电影发行人看了影片以后也很激动 他们在想能不能够想办法把这部电影带到台湾去放营 妈祖回家讲述了一个福建小船主吴天桂一家 历经磨难渡海迁徙的故事 主人公吴天桂与家人一路上几经波折 甚至险些丧命 就在他将穷途末路之时 走进台湾宜兰的一座妈祖庙 受妈祖圣像的庇佑 人生又迎来转机 妈祖回家作为第一部登陆荧幕的妈祖文化电影 借助小人物的故事 讲述妈祖信仰的千年传承 此次官方宣布定档 也给一直关注与传承妈祖文化的信众们极大振奋 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飞夷文化的传承精神 影片即将于11月20号上映 敬请期待 好的 今天的海峡舞报到这里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 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我是谢霜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